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以色列方面最新的消息 那么首先,今天美军公布了视频 美军对叙利亚进行轰炸 主要打击的是叙利亚的亲伊朗民兵势力 这是美军轰炸的视频 那现在在黎巴嫩方向,黎巴嫩珍珠党今天证实的消息 以色列对黎巴嫩珍珠党的打击导致7名黎巴嫩珍珠党武装分子死亡 除此以外,在伊拉克 亲伊朗民兵声称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的美军基地 进行了轰炸 我能给大家看一下现场视频 这个画面是打击美军基地的现场视频 可以看到整个的军营实际上已经在燃烧 美国光布报告,10月17号以来三周内 美国及盟国在中东的激励共遭到46次打击 伊拉克发生了24起袭击事件 叙利亚发生了22起 造成了56人受伤,目前没有人员死亡的消息 爆声的袭击主要是由无人机以及导弹 这是在伊拉克打击美军基地 哈利尔基地的现场方面 很有可能是出动的无人机 是亲伊朗民兵打击美军在伊拉克基地 出动的是无人机 黎巴嫩真主党表示 在黎巴嫩边境的战斗中 目前已经有70人死亡 所以伊朗支持亲伊朗的民兵势力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再到黎巴嫩 实际上都积极的参与了对以色列 还有美国在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 那么现在在伊丹河西岸 今天以色列方面进入伊丹河西岸 开始清剿巴勒斯坦方面 首先是在耶路撒冷 在伊丹河西岸 以色列军队进入伊丹沙冷隔离区 与哈马斯巴勒斯坦人发生了这个巷战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在伊丹沙冷啊 在这个巴勒斯坦人控制区 双方进行交火啊 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一名妇女被击倒 现在呢 在整个的伊丹河西岸地区呢 实际上也类似于加沙 发生了大量的这种袭击事件 而且以色列军队呢 也在镇压这个巴勒斯坦人 而且以色列安全部队啊 在伊丹河西岸呢 叫阿鲁布难民营附近呢 还使用当地的这个平民 作为人肉炸 人肉盾牌 这是进入这个伊丹河西岸啊 搜缴巴勒斯坦人 以军士兵的画面 所以以军呢 现在在整个伊丹河西岸地区啊 也在加大存在 也不排除未来呢 会在伊丹河西岸啊 也类似于加沙地带 会进一步呢 限制巴勒斯坦人 可以看这是巴勒斯坦的难民营 实施在伊丹河西岸 阿鲁布难民营 巴勒斯坦人呢 被作为肉盾啊 大家看啊 这是被俘的巴勒斯坦人 作为肉盾 以军呢 现在在 伊丹河西岸这个难民营呢 未来可能会进一步 扩大这个控制区啊 也要 在伊丹河西岸 有更大的军事行动 那这样的话 会导致啊 约旦啊 约旦和伊丝列关系紧张 对啊 以色列今天呢 摧毁了 加沙地带啊 最大的一家医院 摧毁了加沙地带 这个医院 我呢 给大家播放一下 现场画面 这是在 约旦和西岸啊 进行这个 街头检查的画面 可以看一到夜里 乙军士兵啊 对整个的 约旦和西岸地区 巴勒斯坦人聚集区 进行这种封锁 临界检查 非常暴力的 这是以色列方面摧毁 约这个加沙地带 最大医院 叫阿尔沙法 阿尔沙法医院 以色列方面说呢 这个医院里面呢 有哈马斯的指挥中心 轰炸这个医院 那这个医院呢 是有上千人在医院里啊 进行这个救治啊 这个轰炸的时候呢 大量的巴勒斯坦平民受伤 死亡呢 实际上没有公布具体数字 但是从现场很多视频啊 我就不给大家播放了 很多视频来看 很多人缺缺少这个四肢啊 也就是说四肢被炸断 倒在雪坡里面 非常残酷啊 死亡人数没有公布 但这个死亡人数也是巨大的 这个医院被摧毁以后呢 在加沙地带也就没有了医院了 这是最后一个医院 所以以色列的想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摧毁 所有在加沙的地上建筑 这医院被摧毁的瞬间 那么现在在加沙地带呢 以色列地面部队的行动呢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以色列地面部队的行动呢 今天呢继续对加沙地带 哈马斯的这个地道呢 进行清讲 那在战斗中呢 以色列方面呢 证实乙军的坦克部队的指挥官 坦克旅指挥官 希尔达格奇尔尔上校 被哈马斯击毁 他目前是在巴勒斯坦 这个加沙地带地面行动中 阵亡的最高级别的 以色列军官 奇尔尔上校 坦克旅 坦克旅的这个旅长 奇尔尔 他具体死亡地点呢 以色列方面没有公布 那很有可能是在加沙的这个北部 进行这种禁止率的 巷战中被击毙 以色列这个坦克呢 目前呢 已经到达了加沙的这个市中心位置 可以看乙军的这个清剿行动 都是坦克 所以呢 可能是在这个坦克巷战中 旅长被击毙 那以色列的总统 内塔尼亚胡呢 总理内塔尼亚胡 他今天表示呢 以色列方面呢 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不会停止 那以军称呢 经过十个多小时战斗 以军占领了加沙地带 哈马斯控制的第17个哨所 就是今天的整个的战斗 继续向前推进 占领的第17个哨所 内塔尼亚胡呢 表示啊 以色列方面呢 将消灭哈马斯 并在加沙地带建立完全的安全控制 包括非军事化 那就是内塔尼亚胡呢 实际上他这个讲话 也就证实以军呢 将完全控制加沙 那这次呢 将把整个加沙地带在 以色列控制之下 然后呢 建立非军事区 将把哈马斯赶出这个加沙地带 那这可能导致埃及 甚至包括伊亚弹 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反对 所以以色列呢 未来会协调和美国的关系 希望美国能支持以色列 这也是在加沙地带这个海岸 加沙的这个海岸上发现的 哈马斯 刚刚运离现场 没来得以使用的这个火箭弹 另外呢 以色列的犹太人定居点 犹太人定居点的这个负责人 他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就西部来犹太社区的国际发言人 他说以色列必须击败哈马斯 治理加沙 在那里安置犹太人 并确保包括亲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在内的居民体面的生活 那也就是说以色列方面呢 其实从上到下啊 都已经做好了吞并加沙的这个准备 以后就没有加沙地带了 这加沙就是以色列领土了 那在加沙与埃及的边境地区呢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 已经开始撤侨 这是在加沙地带啊 拥有俄罗斯国籍的啊 这个犹太人从加沙地带 撤往埃及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啊 最新的呢 俄罗斯已经派出三架飞机前往埃及 从埃及撤离 拥有俄罗斯护照的犹太人 那么现在呢 据说有85个人 有85个人 那这里边实际上也有啊 过去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作战的 一些这个俄罗斯的犹太精英 他们实际上还是被俄罗斯用军机 用飞机又接回俄罗斯 这是一种讽刺啊 那这些人之前的俄乌战争的时候 去年2月24号 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 他们是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跑到了以色列 那么现在你看到以色列的行动呢 那遭到哈马斯打击的以色列 现在国内呢 其实上局面也比较危机 他们现在又选择逃离以色列 这就是犹太人啊 所以你看没有民族喜欢犹太人 为什么 他没有祖国 他们只有自己 他们爱自己 他们不爱自己的祖国 爱的是自己 你发现没有 他们永远更爱自己 这就是犹太主义 在美国呢 今天呢 美国的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遭到抗议者这个袭击 这是美国国内啊 反游 反游行动的一部分 这是在纽约时报 那抗议者呢 认为呢 纽约时报呢 操纵啊 操纵着这个言论 要求纽约时报说实话 也可以看现场的抗议 散发的传单呢 是题为纽约战争罪行传单 这个传单上面 写着受害者的名字 目前美国呢 没有对以色列 实施任何军事禁运 所以以色列方面呢 是可以获得美国军火的 美国呢 利用飞机和货船 那目前已经向以色列 供应了约7000吨 军事装备 军事物资 那这些军事物资 包括弹药呢 都未来会进入这个 加沙地带 会参与对平民屠杀 所以美国国内呢 也有反弹 大国们的这种抗议行动 今天呢 以色列在南部地区啊 在红海方向 以色列方面呢 拦截了红海 埃拉特港上空 胡塞武装的导弹 这个导弹呢 据说呢 是从野门方向发射 以色列使用的拦截 是舰三导弹系统 舰三导弹系统 那么北部 黎巴嫩方向呢 黎巴嫩的珍珠党呢 也公布了 打击 这也是以色列方面缴获的 哈马斯的这个 控制装置 据说是火箭弹控制装置 这是啊 这个伊拉克北部地区 发射这个火箭啊 亲伊朗民兵 打击美军基地的 这个发射火箭的画面 发射的是 无人机和火箭 黎巴嫩珍珠党呢 也公布了 打击黎巴嫩和 以色列边境地区 以军目标的画面 现在黎巴嫩珍珠党和 以军呢 在黎巴嫩边境地区的 这个行动啊 实际上还是进行 远距离这种短 短的这个交火 没有进行这种长线啊 大规模的这种军事部署 所以现在来看 黎巴嫩不会 对以色列啊 未来呢 在离边境啊 有大规模行动 所以现在以色列方面 并不担心啊 这个黎巴嫩珍珠党 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这个主要目的是 通过黎巴嫩和 以色列边境地区 这种交火 实际上来牵制 以色列一部分的地面部队 但实际上呢 在媒体宣传上呢 就可以认为呢 黎巴嫩珍珠党和 以色列方面 是有实际交战的 获得更多阿拉伯国家支持 但实际上呢 黎巴嫩珍珠党 他也看到了美军啊 包括这个北约的很多部队 都集中在这个黎巴嫩的外海 如果黎巴嫩珍珠党真的下场的话 黎巴嫩珍珠党可能遭到美军的攻击 遭到打击 所以黎巴嫩珍珠党现在看来 他是不会下场 他更多的是用什么 利用这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 来对美军目标 来对这个以色列 在中东的利益呢 进行打击 所以黎巴嫩珍珠党 现在看亲自下场的可能性基地 所以即使发布这些打击的视频 也只是在边境地带 双方进行这个边境互相这个骚扰 没有大规模的进攻的可能 所以从现在来看 军事专家认为 黎巴嫩珍珠党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进攻以色列 那下一步呢 在加沙地带更大的行动 更多是依靠于哈马斯 依靠于这个巴勒坦自己 而黎巴嫩珍珠党这些 亲伊朗的 亲伊朗这些武装人员 他是不会南下以色列 美军的航母在萨布鲁部署 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 黎巴嫩珍珠党直接进攻以色列北部 所以现在来看呢 以色列的吞并加沙地带呢 是大概率事件 而且吞并加沙以后呢 在伊勒斯塔冷 也就是在约旦河西岸 以色列方面也不排除 未来会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的 巴勒斯坦的一些控制区 一些领土 会继续缩小巴勒斯坦 会继续缩小巴勒斯坦的控制区 那么实际上就是对整个巴勒斯坦 整个的领土的吞并 那这实际上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 没有区别 当然你可以看美国 美国是对以色列基本是放纵的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个俄欧战争本质呢 还是西方这种北约集团和俄罗斯这种地缘正式对抗 美国呢 现在利用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肢解 挤压战略空间 而美国也是支持以色列 可以看到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吞并 那实际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还是违反联合国的 都呼吁和平 但实际上你看以色列的做法 就是吞并巴勒斯坦国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 美国说俄罗斯是要吞并乌克兰领土 织解乌克兰领土 当然实际上你看以色列的行为 美国是支持的 也要织解巴勒斯坦领土 所以实际上现在看这个战争 没有什么正义非正义 都是基于利益 基于地缘政治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 欧洲方向特别是东东地中海 加上北部黑海方向 未来这种地缘政治对抗会扩大 而且俄罗斯还有美国 实际上已经心照无旋了 就是要重新画地图 重新在俄乌边境 一直到中东地区 重新画设自己的实力范围 这还是大国背后的一个逻辑 那这些小国 包括这些地区 地区性的军事组织 还是大国博弈 大国手里面的棋子 那你像乌克兰 你像巴勒斯坦人 最后就成为牺牲品 所以我一直在讲 你要看懂整个的大大的趋势 你就知道 未来整个的世界的格局 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特别像台湾人 台湾是不是这些大国的棋子呢 是不是美国的棋子呢 台湾人自己也想一想 乌克兰 包括巴勒斯坦都成为 大国战争的牺牲品 他们的死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还不是地图上这条线吗 重新划分实力范围 那台湾人应该做什么 自己很清楚了 变成美国炮 所以我一直在讲 实际上这个现在这个战争 已经不是什么正义和非正义了 这就是地缘政治大国的 地缘政治博弈 所以自己的位置摆正以后 就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棋子 未来呢 避免变成棋子的命运 那要什么 要平衡地缘政治 学的聪明一些 不要被美国当成炮灰 那现在看呢 美国在中东地区啊 和在乌克兰方向 美国未来呢 会继续和俄罗斯持续对抗 这种对抗会超过十年以上 那么台海方向 南海方向 美国也在积极的布局 所以我觉得中国也要提前准备 特别在台湾问题上 绝不能相信美国 这种多米诺骨牌 像一旦推倒 它会传导 包括传导到中国的这个 南方边境 包括现在缅甸 南海 台海 实际上都会传导 所以这种情况呢 中国要提醒 今天的以色列方面的最新的消息 目前呢 以色列呢 和哈马斯之间这个谈判呢 看来呢 不会有任何结果 也就是以犹太的复国主义 这些 犹太的极端的这些民族主义者 他们的想法就是要吞并整个巴勒斯坦 将整个巴勒斯坦 全部在以色列控制之下 那这就是一个机会 所以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呢 未来是不会有谈判结果的 只能是停火 但实际上呢 不会结束 以色列是要完全吞并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现在看呢 中东地区啊 未来爆发大规模冲突啊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特别是一旦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吞并以后 阿拉伯国家 其他国家 在巴以冲突中 很多国家会表态 那么实际上会导致 整个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版图 会发生变化 甚至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 我呢会持续关注未来以色列方向 后期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看